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大闸线 大闸线 大闸线它没有 它没有 对啊 大概多了五市的年 现在更加大闸线 一直走 这个街上还没人 先走 只要再走 季节 大闸线 来走 只能正好 打开 白蝦怎么买啊 这400块一斤 一斤 哪个呢 这个400 这个300块 它有什么差别啊 两种加质的口感不太一样 口感不太一样 它到底要哪一种 比较嫩一点是哪种 不要嫩一点是这个白蝦 那不然我要一斤 哇 多少分钟啊 那个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左右 15分钟 我们洗一下 洗啥啥 刷刷刷 刷干净再煮 所以我现在要刷 我给你干拆 其实这个叫什么 我不知道 我给你这个小好多的 它长得有点跟那个蝦 白蝦一样大 可是它这个很大 没有在意上不上 的东西 不愿见油好像颜色没有那么深 比较淺一点 比较淺一点 比较淺 这样吃 掉啦 呀呀呀呀 煮好咯 这个是 不知道什么名字 老板的话 虽然有跟我讲 我听不太清楚 长得很像螃蟹 长得很像大闸蟹 还有这个虾子 就是白虾 我买了一斤 因为我老公不太吃 然后我儿子他也不准备吃 所以就我自己吃 冬瓜茶 我这这个好好喝 然后还有这我老公买的 他每次去那边他都会买这个 本是想去买大闸蟹的 老板说那个还没有到货 产季还没有到 今年比较晚 我们来吃个虾子吧 以前在广州 就是中秋节 这次会买大闸蟹 在中秋节左右吧 吃那个大闸蟹 那大闸蟹我还蛮喜欢吃的 我刚刚有吃了 还蛮好吃的 哇 我觉得这个白虾的肉很嫩耶 我以前不怎么喜欢吃虾 因为我觉得那个虾的肉就是很老 吃起来就很柴 我今天吃这个居然真的 那个肉很嫩耶 好吃 哇好好吃哦 盐煎美味 新鲜的 其实我原本是想去买那个大闸蟹的 因为大闸蟹好像在菜市场 我没有怎么见到 可能是产季还没到吧 特别叫我老公在我去那边买 好吃 因为我爸说 吃这种海鲜类的东西呢 不太需要加太多调味料 然后就把它蒸熟 或者用水煮煮熟了 然后沾酱就吃 就能吃出那个鲜味 这也是因为我也不太会煮了 惨咯 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开 老板说把那个壳拉开 天哪 好难开哦 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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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外星人吗 这样看 哦 要这样看 这样像外星人吗 这个到底要怎么吃啊 我的妈 以前在广州吃的一种叫 来尿哈 来尿虾 来尿虾 应该啊 是不是还要拿剪刀 来把它剪开啊 呦呦呦呦呦 可以了 哇 这个都不能吃了吗 你不吃吗 吃 要吗 尝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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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吃好多 太羞耻了吧 你看 肉还蛮多的 因为老板就跟我说吃中间的 肉他说还蛮好吃的 其实跟那个虾肉有点像 剪刀才好吃呢 那把我牙齿之外 你儿子怎么可能吃那个大男充充的锅 虾子的肉我比较爱 都不用加酱油哦 继续吃虾 最近很火的事件 阳城湖 这是在大陆的一个综艺节目里面说 吃海鲜是奢侈的 在那 嗯 那个在那呢 我就直接理解成了说 在那个地方 就是指他出生的地方台北 嗯 说在台北吃海鲜是奢侈的 然后我就问我老公说 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把原来的影片发给他看 然后他就说 他前面有说他家很虫啊 如果真的是很虫的话 可能娘牛肉他又吃不吃饱 他就觉得 可能 嗯 这个事情就是为了 角色设定呢 就演戏啊 什么的 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了 最非他本人出来解释啊 毕竟在那什么的时候 在那什么的人 在那什么地方 在那什么什么的 真的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这是中文有时候就是不同的语调 不同的人 那理解的答案也是千百种 但是后来又有很多人说 翻出他的过去 也翻出说 他有在台湾 大吃特吃海鲜的画面 只有我对他不熟了 我不追心 不管怎么样 以一般人的理解 以我的理解 台湾四面环海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 那如果四面环海都 都吃不吃海鲜的话 我就觉得 我不太相信了 以前也有一个同学啊 他是梅州的嘛 他就说 我们梅州吃海鲜 就真的是奢侈 因为梅州靠山嘛 没有靠海嘛 所以他爸爸小时候 通常会吃山里面抓山姬来吃 台湾的海鲜真的跪不到哪里去 真的比大陆便宜 而且种类也很多 其实我也有找一下他说的 那个什么 什么豆腐鱼是吧 我想说 怎么可能会 大陆有台湾没有的鱼 你相信吗 台湾靠海耶 而且台湾的渔川 应该可以走到更远吧 比大陆的渔川 还可以走到更远去捞鱼吧 我的想法啦 在台湾是叫狗母鱼 叫那个鱼 那些渔民啊 就是说不太记得其他的 言名字是什么 然后常常就会问说 那个鱼 那个鱼 然后就把这个鱼 叫成了那个鱼 就是那个鱼的意思 实体店我是没有找到 我有去爱买啊 全联啊 传统市场 传统市场有没有逛 今天那家店我也去看了 也没看到 然后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了 虾皮的我在卖 你们猜一下多少钱 120台币600克 我以为是什么天价鱼呢 我想说有这么高级吗 原来只是比台湾最便宜的无锅鱼 贵一点点而已 哈哈哈 台湾也好像不太吃那个鱼是吗 通常这种比较特别的鱼 就是在鱼港那边 会比较容易吃得到 他像台湾也比较喜欢吃鲑鱼的那一类了 鲑鱼比那个鱼贵多了好吗 不错 我们结婚的时候 就是我公婆在台湾是请那种很传统的流水食 一桌多少钱我也忘记了 超多海鲜的 我娘家的亲戚都惊呆了 一直在说怎么这么多海鲜呢 海鲜是贵货哦 然后吃完厌食又回答问说 这样一桌多少钱 说你公婆真是舍得耶 后来我公婆收出价格之后 我爸妈又说 台湾的海鲜这么便宜哦 比广东便宜多了 是因为台湾靠海吗 是因为我爸妈对台湾真的不了解 因为台湾靠海吗 其实也确实是很大因素 是因为台湾靠海吧 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技术养殖啊 有我老公说以前他有亲戚是有养鱼啊 后来我爸妈又去台北吃那个火锅店 吃到饱了那一种 里面那家就是刚好就是很多海鲜 然后我爸一直在感叹 台湾的老板都不赚钱了吗 都不赚钱了吗 哇你看那个海鲜 光吃那个海鲜吃几个就回本了 台湾的老板都不赚钱了吗 一直在重复那句话 他就觉得可能就是不可思议吧 就是我感觉这样子会亏本 说这么多东西吃 然后说那只海鲜又那么贵 然后一直在说 台湾的吃到饱也太划算了吧 海鲜都不用钱了吗 然后我爸就一直很好吃 在逛在看那只菜 说人家在很努力的吃 他就在很验证的看 后来我们又在夜市吃那个海鲜粥嘛 然后我姐就跟我说 哇这海鲜好新鲜哦 他就觉得这个海鲜粥配起来真的 那个海鲜很新鲜 然后我姐在台湾笑跟我说 台湾的海鲜这么便宜又新鲜 说你有口福了 在台湾实现海鲜激油的概念 剩下两颗而已 老公又不要 怎么硬的都不吃 好喝 后来我在台湾也参加过指示婚礼 发现婚宴上的菜啊 大部分都是海鲜 嗯 特别是那种流水食 海鲜真的是超多的 什么鲍鱼啊海参啊 然后我怀孕的时候 我婆婆就帮我把冰箱都堆满了鱼 我真的是吃到丢 所以叫我老公不爱吃鱼啊 我真的是吃到兔 然后放太久了 然后后面再丢掉了 知道这算不算是吃不吃吗 都吃到兔吃到丢了 其实像一本料理啊 在台湾到处都有 一本料理主要是吃海鱼吧 而且台湾细面欢海 海鲜丰富多样 很多海鲜都是我来台湾才知道的 在大陆都没见过 在台湾到处都有海鲜的料理 居然还看过鲍鱼火锅 通常这种高质的材料 做成平民的火锅料理 我也是惊呆了 如果有人相信在台湾 吃海鲜是奢侈的 那我真的是要笑掉大牙了 我只能说它是井底鸡蛙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台湾四面环海 可以切任何东西 唯独不可能会切海鲜 我记得没钱也会去海里面抓鱼吧 没钱可以去海里面钓鱼吗 只是说台湾吃不吃海鲜 这个正常的大陆人听 听起来也不太会相信啊 当所有人都是小学生 以前我身边很多 就是大陆朋友说 吃台湾一定要吃海鲜 台湾的海鲜很新鲜又便宜 要吃到饱 吃到腻回来 对啊 在我之前都去大陆 我最心心念念 就是蚵仔煎 说实话 在大陆很多不是沿海的省份 吃海鲜才真的是奢侈 除开沿海城市 其实它不是沿海城市的省份啊 大部分都是吃冷冻的 要来了 那管中就是比较多吃那种 罗飞鱼 还有一个叫什么 草鱼 嗯 花角 花角 还有什么 忘记了 就是来来去去就拿几种 天呐 我吃太多了 五支都被我吃掉了 买两三支的话 我又不好意思 这个太少了 买四支的话 我又觉得四又不好听 买六支的话又太多 那算了 那就五支吧 我就买了五支 纠结 我想说我老公应该会吃一两口吧 他一口都不要 一支海鲜就先吃到这里咯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扶我起来 我还可以再吃 嗯 相应 那个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